醫院外 女子牽著小男童氣不成聲 她就是計程車墜海意外 謝姓司機的太太 15號凌晨 謝姓司機到台中港跑車卻出了意外 妻子接到2號趕到醫院認屍 除了謝姓司機以外 同車還有其他三名死者 家人陸續趕到案發現場 女子戴著口罩遙望台中港的海面大哭 她就是黃信死者的姐姐 帶著死者的女兒到案發現場 痛心表示弟弟才剛換工作 只是出門聚餐的回程 怎麼就發生意外 黃信死者今年52歲 育有一子一女 才剛到這間船務公司一周 沒想到就發生意外 還原計程車落海的當下 理性生還者 就坐在駕駛座的正後方 墜海之後儘管帶著幾分罪意 她還是拚命的踹破車窗 帶著隔壁的同事逃生 沒想到同事還是不幸利弊 一車五人只有她生還 趁著休假前夕 到餐廳小酌放鬆 沒想到搭上了死亡計程車 連同司機一共四人命上海中 記者綜合報導 所謂結束 goal 記得跟開過本事的 請問一下